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急用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中秋节即将到来 作为月饼及饼干重要材料的鸡蛋用量 也跟着增加 因此金融市政府特地以卫生局为主 联合消保官及动保所 等单位联合机查 为市民朋友来把关 机董市卫生局长张贤正 以及消保官、庄会员 联同动物保护防疫所等人员 特地到弹行以及烘焙制造业等地点 进行联合机查 到9月18日为止 并没有发现违规或是坊间民众担心 有巴西进口蛋品还在架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机查的过程 有我们的消保官 还有我们的动物保护防疫所 一起陪同我们做这个专案的机查 那截至目前我们机查过的这些店家 并没有发现进口国是来自国外的 包括巴西或其他的进口国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 因为中央揭露的资讯并不完整 所以基隆的厂商如果是来自大盘 虽然那个大盘是可能是国内的厂商 但是大盘的更上游会不会有进口蛋 等等这些资讯是不完整的 所以我们也在9月18日星期一一早 发文给农业部还有中央续厂会 请他们提供我们 有没有进口蛋进到基隆的店家的名单 再加上中秋节即将到来 作为月饼及饼干重要材料的鸡蛋用量也跟着增加 这次联合机查也是持续为了市民朋友时的安全把关的实际行动 我们机查的店家也包括这些高饼业者 那基隆比较大的几家高饼业者我们都已经看了 那我们当然不是只有看他做成的成品 我们都有进到他的后厂 也就是他生产的过程中使用的不管是鸡蛋或者是蛋液 那他的上面的标示或者是他的进货凭证等等 这些我们都已经逐一确认 所以根据我们目前能够掌握的资料 那我们清查过的基隆这些比较大的高饼业者 他的蛋的来源目前都是国内的蛋 那后续如果有更多的资讯 我们也会再做重复的确认 就是刚刚讲的我们期待中央给我们更完整的资讯 或者是透过其他县市的清查 有更多资讯的时候 我们都会重复确认跟把关 机查的重点包括蛋品品名产地及有效日期进货凭证 负责厂商的资讯 以及鸡蛋外观有没有破损或脏污等等 确保民众不会误买误用有问题的进口蛋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为了要扶植基隆在地优良的文创业者 文化局推动文创辅导计划 采取基隆好物城市品牌认证 今年选出了19件作品 每件都有基隆在地的特色及故事 市府也将带领他们参加今年的台湾文博会 不管是鲑鱼松蛋卷还是飞软香肠 还有产制朝天代石花菜手工造 代表和平岛凤伟脆梅石花洞 这些总计19组商品全都入选基隆好物 那其实基隆好物一直在往前的推进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希望接下来在基隆的这个商标 基隆好物这个商标的一个影响下面 可以让大家看到 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我们基隆特有的 独特的 有别于其他城市的 而未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推广 跟宣传可以让更多人看到 基隆市政府文化局扶植基隆优良的文创业者 推动文创辅导计划迈入第九年 去年首度推出基隆好物城市品牌认证计划 希望凝聚基隆特色文创商品 建立专属的品牌价值 把基隆的整个的城市品牌提出来 跟大家分享 我们希望未来有更多属于我们基隆的 不管是食物也好 或者是商品也好 能够打出我们基隆的品牌 那基隆是一个海岸的城市 海港城 海洋城市 海洋城市本来就是开放 多元 创新 这是我们的基本的特质 这些基本的特质也就造就了 我们今天有好多好多的这些商品 本身就内涵的这些基本的特质 我相信未来我们也会有更多的创新的一些想法 能够在不同的商品不同的地方能够展现出来 那我们文化局也会把大家想要表现出来 最有基隆味的部分能够一一的展现出来 希望能够更把我们基隆的一个特色 也能够借机会表现出来 恭喜我们的全品事业股份有些公司 政府秘书长方定安 今日颁发品牌认证奖杯 给获选基隆好物19组业者 面对疫后经济产业复苏 商品能够获得政府认证 对业者来说像是吃了定心丸 疫情之后其实整个观光产业都慢慢活络起来了 那有我们基隆好物的认证呢 其实对观光客来讲对消费者来讲 他会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政府认证的 而且属于在地产业政府认证的一个奖项 所以他对我们的这样的办手里 他就会更放心也更肯定 然后也会觉得更有特色 我觉得这是在基隆办 这个基隆好物的这个认证来讲 对业者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因为咖啡厅其实大家都算是一个知名度 不容易打的商品 那如果说我们透过咖啡厅自己能够将 在地的文化历史结合进我们的店里面 那有这样的一个商品来带动的话 我们咖啡店的能见度会更高 有的吃也有文创商品可以使用 基隆好物将走出基隆 参加九月底在华山产业园区举办的台湾文博会 欢迎民众一同前往 为基隆好物品牌加油打气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芳香疗法近年来掀起了一股自然医学仇胜 由于方便使用还能广泛运用 基隆市启明关怀弱势协会就开设了香氛产品的制作系列课程 并将记忆传承 期待能够协助民众有效舒缓压力 重新达到身心灵的平衡 这些精油它是盐蓝草 所以它很浓郁 它非常非常浓郁 系数每一种精油的特色与调性 在劳动部多元就业发展方案的优活生活计划中 基隆市启明关怀弱势协会的禁用人员拥有一技之长 我们就会依照这些精油下去调和 例如说洗把精 乳液或是做成药膏 这个就是这一次我们现在在推的 就是精油露 它可以用在生活当中 系列香氛和精油等产品 将带领消费者进入一场感官之旅 透过嗅觉重新感受这美丽的世界 这里营造优质生活 协会善用场域 提供不同课程 并鼓励参与者拥有第二专长 平常会做上课的场域 那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退休人士来 这边可以将他们的一些才能才艺可以往下传承 所以我们有持房的插花课程 我们有瘦脸的课程 然后还有精油按摩 多样化的课程 希望除了场域的活跃之外 能够让斜杠人生能够更丰富 除了每一种课程的记忆传承 更希望参与者能够好好地关照自己 透过这样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检视自己 第二个由我们来提醒说 可能你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能可以一起度过 那其实每一个人都会越来越好 这沉浸式的体验 期待促进社会包容 以及提供有价值的就业机会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 再带来看未在七堵泰 约30年的泰安市民农园 近年来受到老年化的冲击 来体验当农夫的民众 是越来越少了 没有租出去的地 还剩下一大半 副议长杨秀玉就特地前往体验 欢迎大家来当农夫 除河日当午 汗滴河下土 谁知盆宗孙 历历皆辛苦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在泰安市民农园里面 顶着大太阳 在刮棚里拿工具翻土 体验著名唐师中 形容当农夫的辛苦 也体验当无压力 城市农夫的乐趣 跟大自然一起谈恋爱 我有很多的长辈都在这边 就是自己在种菜 其实我都问他们说 你怎么来这里种菜 他说来这里种菜很好 我每天都跟大自然谈恋爱 然后每天都在孕育新的生命 最重要是让他们更健康 我们都知道说 我们就是这个大自然的微妙 我们所做的一些农作物 都是从这个泥土而来的 那我也希望说 借由今天的这一则新闻 来就是说 提醒我们市政府的相关单位 我们在这个农作物这一块 是不是要加强的一些宣传 推广 推动 那因为我觉得说在这个大自然 这里可以享受到这个芬多金 不但可以让我们身心健康 身心灵健康 也可以让这个 更多就是我们 更多人了解到说 大自然的一个重要性 这种是苹果丝瓜 它有黑条 所以它是比较短 这两年才有的品种 在泰安市民农园园主 也是基隆市农会常务监事 黄理清陪同下 副议长杨秀玉看着业姓夫妻两人 在租来大约40平耕地上 种植各种兰花 鹿角角 也种植各种青菜 丝瓜南瓜 以及新品种可爱的苹果丝瓜 都觉得佩服和感动 更可以在耕地旁 简易休息区 和好朋友们喝茶聊天 非常介意 他自己感觉怎么样 来这边种植粮 蛮好的 消磨时间 然后流流汗运动运动 还有一点成果可以收成 蛮不错的一种休闲 位在七堵泰安地区 成立大约30年风光一时的 泰安市民农园 是一处提供给民众租耕地 当自耕农或是城市 及假日农夫 种植农作物的好地方 全盛时期 想要租一块地来耕种都很困难 更有一些知名政治或是影视明星 也来租地耕种当农夫 不过近年来受到老年化的冲击 年纪大 没有体力来耕种的民众越来越多 不知道有市民农园的年轻民众 同样越来越多 其实租金都没有涨 食品耕地为一个单位 一年只要3600元租金 还能免费用水 没有租出去的耕地却还剩一大半 应该是年纪的老年化有关系啦 年轻的人不知道这里有个市民农园 老的慢慢的衰退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健康活动啦 跟假日的农夫来这里休闲一下 种自己吃的蔬菜水果 我们这里也不使用农药 所以是非常健康的一个活动 我希望我们全市的市民 能踊跃来这里参加 我这边总共是5.7公顷 我规划的是有147个位置 但目前为止位置还剩很多很多 那我这边水是免费供应 那每年直30年前到现在 一直都没涨价 走在通往第二停车场道路上 看着路两旁当年种植的小树苗 现在已经变成遮阴的大树 农园园主黄理清表示 来这里劳动运动跟坐 不但方便停车 还可以爬山散步位于 远眺层层三轮 呼吸分多金 弹阳体力 欢迎大家来做没有压力的城市 及假日农夫 享受人生 记者吴俊松 激动报导 渔港青商会 婚庆40周年 邀请历届的社友回娘家 还与姐妹会 日本四日市青商会 签署合作备忘录 强调两会将会持续交流 定期互访 加深彼此的情谊 我们的罗宗臣 前会长 渔港国际青商会 举办40周年庆活动 邀请了历届会长回娘家 欢庆40岁生日 祝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好 期望呢 嘉义全会长 以及我们的创会长 期望呢 丁顶群的会长 日本又该去世面开 这个努力的事 一生日 渔港国际青商会 创立于民国72年 长期以来 在促进国际友谊交流 发挥很大作用 同时也培育不少青年人才 为社会贡献 今天举办这个40周年庆 过去以往其实在历届会长的 营运跟经营之下 那也成功办了很多的 具代表性的一个活动 例如像插辆世界的角落 就是插我们这个交通的反光镜 或者是我们浸滩的活动 以及甚至我们现在接下来 首创的全国的一个 无人机的课程 也都在我们的一个 渔港青商的一个 培训的课程里面 开设跟设计 渔港国际青年商会 在民国72年 在基隆创立成为 基隆市第二分会 秉持着青年商会的精神 培育的青年朋友 为我们地方社会 做很多的奉献 不管在商业 或者在各项的行业上面 包括很多杰出的青年朋友 投入社区的关怀 跟公益事项 前阵子我们基隆市的 这个电影行业 也在那边开始来 深耕的这个张敏斌 我们的2000年的会长 还有他当任会长的时候 也把我们国际的日本 四十字姐妹会 找来参加了中元季的表演 整场的焦点在太古表演上 近几年又跟越南的西贡 来做了姐妹式的交流 在去年也得到亚太地区 非常杰出的团队分会 所以是渔港国际青年商会 确实透过青商的活动 创造以及培育很多青年 及给予青年机会 四十周年庆活动 在常文桂冠饭店举行 开场由仁爱国小 弦乐团演奏多首曲目 姐妹会 日本四日式青商会 幽黎月金智 理事长率团 一行十人特别前来祝贺 同时双方签署合作备忘录 强化双方之间的交流 渔港青商 还有我们四日式青商会 咱们站 对 2022年开始 因为这个新冠肺炎 四年全球的关系 所以我们很多 就是国际交流的方式 都采用线上的 今天真的很开心 就是可以亲自来到这里参加 这个四十周年庆 医师的这个新家里程庇 除了签署合作备忘录 渔港国际青商会 尽地主之宜 安排姐妹会 到台北故宫和金融市参访 还举行了国际交流事务会议 所以从过去 其实渔港青商 也在国际青商会里面 有很多的一个家机跟创举 甚至有我们前会长雅玲 前会长创立的 差量世界角落 那还有我们进滩 以及跟市府 包括我们今年的 完美角落2.0 那甚至我们今年也在 十月份的部分 我们会开创的这个 无人机的一个课程 那我们也希望 在接下来的 四十年 五十年 六十年 七十年 在渔港 我们会有更多的创新 那也希望 所有的历届会长 还有历届欧币主席 可以继续支持渔港 祝祝活动现场 气氛热络 不仅展现渔港国际青年商会的成就 和成长 也彰显了渔港青商 热情和凝聚力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沢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 星期一 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 随手关灯要贯彻 星期三 衣物日晒自然杆 星期四 定期保养勤擦室 星期五 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 节电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 节电天天是好日 星期六 首先我发现颠冷气 卡得太冷了 刚藏了 Дж så 绿网 不少電費 老隻電炮換你LED 省電省錢又一輛 唉唷 真厲害啊 注意 9月22日前 記得申請地價稅減免或自用住宅優惠稅率 因疫情無法反國 互其招敬為簽出改課稅的朋友 110年及111年地價稅 也別忘了申請恢復自用住宅優惠稅率 記得提早申請喔 9月1日前 欸學長 我有個困擾很久的事 怎麼啦 遇到困難 學長幫你 最近都有別人 約我一起抽菸 學長 你可以教我怎麼拒絕嗎 邀你抽菸的人真可惡 讓我來教你 拒絕發佈 你的鞋子很好看耶 在哪買的 我很不喜歡淵味 淵味很臭 剛剛老師叫我 我先過去喔 我身體不好常常過敏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這對身體不好 為了健康不要再抽了啦 抽菸很浪費錢耶 我想存錢一起去吃好料 抽菸會變老 我才不想跟你一樣看起來好老 我很膽小 連糖果都不敢吃了 更何況是抽菸 謝謝學長 你好厲害喔 好 都停滿了 那就隨便停好了 先生你這樣停車違規喔 新車停泛合法 汽油停車空間只能有一列 並且停車方向必須垂直道路 另外必須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間 這樣才可以兼顧到機車族停車 以及行人通行的權益 行人通行 發展發展 另外地上貼有腳丫子的綠色地貼 還會禁止停車 即方會嚴格取締 綠腳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將店面雜物 盆栽機車放在綠腳丫上面 讓行人甚至行動不便的朋友 能夠方便同行 遠離車輛安全處等待通行 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穿越車道 遵守號至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 酸心過馬路不滑手機 行進路口停讓行人 無號至路口遵守停讓 至路口中心點再轉彎避免死角 車輛慢看停 行人安全行 歡迎回到中家新聞現場 金融市文化局在全國古蹟日 啟動了時光探索金融的體驗活動 安排了一個非常特別的開幕儀式 希望大家都來探索金融港西岸的文化之旅 這個別開聲面的記者會 是選擇在一個港區西岸的防空洞來舉行 金融市文化局安排了一場雷招少見的音樂表演 在防空洞裡面來欣賞 體驗格外的特別 平常來基隆都覺得說好像就是去廟口吃一些小吃美食啊 然後想到基隆好像沒有什麼記憶點 我今天來這個古蹟這邊才發現原來基隆的防空洞還蠻特別的 我本來以為說會是一個很荒蕪的感覺 但實際上呢你走進來之後 其實還有很多這種人文資產的感覺在裡面 所以今天來這邊做體驗 第一次看到基隆的防空洞 我是覺得蠻新鮮的這樣 今天比較特別我們是在防空洞這樣子的空間嘛 那其實防空洞大家一進來應該可以感覺到那個聲音的回響 跟一般的空間不太一樣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空間表演的話 我們就需要對聲音的考量有比較多一些細節的思考這樣 那今天其實就帶來了一些我在基隆採集的聲音 然後搭配現場音樂的演奏 然後在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希望可以帶給大家一些比較不同的聲音體驗 但是呢我今天很開心就是說 我們現在可以用不同的形式來去說 每一個防空洞他曾經所承載的一個回憶 讓更多人透過不同的方式跟聲音 以及我們安排的活動讓大家看到基隆 文化局已經開始在籌備 當然呢也希望議長們跟議座們的支持 讓我們在未來的這一個的預算上面能夠很順利 我們這邊真的是古蹟也有歷史建物也有 真的是很多 可是我真的這些事我真的在社區服務了40年 我慢慢的在這10幾年慢慢的才去了解這些 謝謝因為我也帶年輕人進來發展起來 活化我們的社區 把我們的先動地氣活化出來 我來跟自然打個招呼 他會跟你講整個基隆港的歷史 我們自製的第一個燈塔叫球仔山燈塔 基隆港雖然小但小而美 你看有沒有所有的玩具小汽車 所有超級的夾娃娃機 2023聽時光說古蹟活動 透過豐富活動的規劃 帶領各地的好朋友 來了解基隆西岸的文化之旅 讓參與民眾更加了解 基隆港區西岸的文化資產故事 穿越時光探索大航海時代以來 作為台灣頭的基隆故事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分享給您的影片 開啟了 開啟了 又去嘗試 開啟了 好 埋葬 銀礦 rip 誇取 一很大的 加入 解 基隆 有如童话故事般的咖啡店在哪里呢 问话千层蛋糕到底留几钱啊 先例版的委托行咖啡究竟在哪里呢 基隆味姐妹将用镜头带领观众实地走访体验基隆的味 当科学家文学家还是艺术家 都不如有一个自己的家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你以为今天明天的日子照样 其实你们正在为彼此互相照亮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过去无论你有局没局 在社会住宅里 人气往路都能再开兴趣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大家好 我是内政部长林又昌 中产以下房贷族支持专案 从6月1号开始开放线上申请 手续简便 免付证明文件 只要输入借款人的基本资料 就能够完成申请 通过申请者 单万元的支持金直接入账 符合资格的你 记得赶快来申请哦 有任何问题 欢迎拨打咨询专线 02-2162-1239 想知道金庸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金庸脉动 欢迎锁地美洲山晚上9点 金庸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都停满了 那就随便停好了 陈川你这样停车违规哦 轻车停泛合法 骑楼停车空间只能有一列 并且停车方向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必须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 机车族停车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其实拍手拍手 另外地上贴有脚丫子的 绿色地贴禁止停车 即方会严格取地 绿脚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杂物 层栽机车放在绿脚丫上 让行人甚至行动不便的朋友 能够方便同行